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來到那山那谷 這邊是一個非常舒適 也非常美麗的一個現場環境 那我們剛介紹的那山那谷報道處 那也看到了本部的盥喜寺 那因為他在南澳南西的周邊 所以呢 有很多非常好玩的戶外活動 那整個營區非常大非常舒適 推薦給大家 現在這邊是印本部的入口 那這是早上的沙灘車 那現在是早上 大家都還在睡覺 那我現在做現場的拍攝 現在這邊是印本部的廁所 那廁所 昨天實際體驗過 還蠻乾淨蠻漂亮的 現在這邊是南側 那南側 很乾淨 有標準的乾濕分離 那雖然淋浴間 那雖然淋浴間 並沒有 門 那所以 還是非常乾淨 那我等一下進去拍裡面給大家看 這邊就是 男生的 乾濕分離的淋浴間 那其實非常乾淨 那地面 這邊也是保持乾燥 非常漂亮 這邊是南城 南城的小片斗 非常乾淨 完全沒有味道 非常棒 現在這邊是銀本部 那有堆滿了 滿滿的泳圈 那是水上活動 飄飄河在使用 那銀本部因為現在 還沒有人 所以目前是空無一人的狀態 現在這邊是一個 Tomica的 玩具展示櫃 它是1比1的展示 喜歡拍照的人可以這邊拍照 有影座紀念 那首先進來的這一區 它在整個 露營區的最外圍 那今天因為是禮拜六 早上 所以目前還沒有人搭 因為 那我們漸漸慢慢走進去 各位可以看到啊 整個天上 目前是 白雲鳥啦 然後現場有狗狗的叫聲 整個感覺很淒涼 整個營區呢 很大很舒服 那為什麼叫那山那谷呢 其實 上面 已經有很多介紹 總之 這邊就是有環山 金陵 金陵 吸水 金陵 那還有漂亮的 落雨中環境 那整個 地方 非常舒適 那首先進來這一區啊 這邊 這邊 有雨棚 那因為宜蘭是一個 非常多雨的環境 所以呢 在這邊 就非常適合 那接著進了 第二區 那第二區這邊 有很多的 站板露營區 那目前這邊 已經有一些 免搭帳的設施 還有昨天 禮拜五夜中的人 進駐 那這邊是 B區 草地區 各位可以看到啊 這個走道 雖然 樹木 並不是很茂密 可是呢 這邊 種植的 還漂亮 蠻大的 那這個區域 你看 有多美 如果啊 喜歡露營 然後又非常喜歡 宜蘭的人 這邊真的非常棒 我推薦給大家 適合大家 想要來這邊 旅行 走走 看看 跟朋友 一起喝喝酒 絕對會讓你難忘 因為現在是冬天啊 這邊有一個 很深的水池 那我不知道它平常的作用是什麼 那看起來現在裡面是沒有水的狀態 可能平常又養魚吧 那接著 進入我們昨天搭帳篷的 預留區 預留區 restalation area 那這邊 它是 停車位 那停車位呢 跟搭帳區分開 這邊很幸運的 很舒服 那我帶大家 看看這邊 這邊 那首先 這邊 是我們昨天搭帳區 這一區 可以搭十個帳篷 那因為我們昨天也從 總共有六個帳篷 還有兩個帳篷 會在昨天 今天 第0 那這個是我們搭帳篷區 的營位 那今天是我們的第15路 那山那谷 那一樣 我也在這邊 留下紀念 接著再往裡面走 這一區是露營區 那我帶大家 進去看一看 現場的環境 非常的棒 而且 目前是 11月 空氣很清新 氣溫非常涼爽 那 因為我本身比較怕熱 這邊呢 目前 我還是穿著短袖 跟短褲 帶大家到來 那接著 我們到了 露營車區 那所有的露營車 都集中在這邊 推薦給 不想搭帳篷 又想玩露營的人 來露營區 整個那山那谷 最特別的 就是 南澳南西 的西邊活動 那 等等我們也會去參加 飄飄河 接著 會去玩 沙灘車 那我先 帶大家看 整個 脫車區的 露營 區域 那其實 昨天這邊呢 已經 很多人 已經住在這邊了 那其實它就 緊鄰南澳南西 非常漂亮 露營車區的廁所 一樣 有一個 蹲室 一個座室 很漂亮 那 目前 經過一個晚上使用 看起來 非常乾淨 地上 連一片樹葉 都沒有 那當然一定會有一些 使用的痕跡 跟水質 那旁邊的洗手袋 就緊鄰在 廁所旁邊 開始我們往下走 這邊有一個 非常便捷的通道 進入 南澳南西旁邊 那這邊是 大山那谷 最大的賣點 飄飄河 水上活動 那因為 現在是十一月 如果呢 會怕人的人 可能會覺得 這個活動 不好玩 那可是呢 因為 我們不怕人 所以呢 我們等等 會參加這個活動 那其實各位不用擔心 活動這件事情呢 就是喜歡的人參加 不喜歡的人欣賞 那聽著 殘殘的流水聲 會讓你覺得 哇這個活動 非常有趣 那從 露營車區走下來 大概只要 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到 南澳南西的旁邊 那現在我帶各位來看一下 南澳南西 實際的情況 那今天呢 水 非常的清澈 也不會很湍急 那相信我們今天在這邊玩呢 可以非常的開心 那再給各位看看今天的天空 那今天的天空呢 你看 多漂亮啊 這種天氣 所以 南宜蘭遇到不下雨 那真的是很幸運 那接著看到這邊 陽市露營車區 那這邊的露營車 是走樸素的風格 那我們繼續往通道 往外面走 那我現在帶各位去看另外一區的衛浴 那這邊 昨天 因為是星期五晚上 那這邊目前還沒有人搭帳 整個營區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那現在進入 脫車區的廁所 那現在進入 那這個廁所一樣外面有 販賣機 那首先進入這邊是 淋浴間 那這邊是女生的淋浴室 那帶各位看一下 那因為現在 沒有人 不過這邊是女生使用的 我還是不方便進去 所以不帶各位進去裡面看 接著這邊來到 男生的淋浴室 那一樣外面這邊 有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乾淨的 吹風機 設施間 那還有 禁止 那可以讓你在這邊 洗好澡之後 做移動的檢查 那外面這邊是 洗手台區 那很可愛的 這邊是 關瀑婷 關瀑婷呢 顧名思義 就是我們 男生的 小便斗 那其中一池是 免障礙 無障礙設施 那另外一個是 正常的 小便斗 那工具呢 就放在旁邊 那接著我們 往裡面去看 男生的淋浴間 整個環境呢 非常的乾淨舒適 那這邊有 一個座室 兩個蹲室的馬桶 那現在經過一個晚上的使用 整個非常的 乾淨 所以我能說 這邊的環境維持 做得非常棒 那接著 往裡面看 衛浴 那衛浴一樣 這邊是 乾濕分離 內部是領域空間 外部是更衣空間 那 目前 地板 非常的乾燥 而且 環境維持得非常乾淨 喜歡乾淨舒適的淋浴空間 推薦給你 那接著帶大家介紹 在露營區後面 的冰箱區域 那它這邊有冷凍 冷藏 那我們走進來之後呢 一路口這邊有一台 飲水機 那這飲水機 是標準的 冰水 溫水 熱水 三種使用 那 這邊取水非常方便 接著是冷藏冷凍的冰箱 那冷藏冷凍冰箱 是大型的冷凍跟冷藏冰箱 那對於這種大型的營區來說 它非常足夠 那這邊呢 後面 這個洗衣機 是 工作人員使用的 那不開放給一般民眾 那這邊的 衛浴是採取 瓦斯桶補給 衝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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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浴